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着来接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2月19号 这一期咱们闲聊一下最近的热点 最近的热点非常多 咱们在这一期里面逐个的聊一下 谈一谈咱们的看法 首先一个跟旅游相关的 前不久就是2月17号 这个世界游泳冠军复员会 到这个吉林的长白山旅游 然后他们一心人包了一辆车去长白山 包车的这个司机是个小伙 恐怕三十来岁 把车开到高速 然后就要这个复员会 加钱,加项目 买一些其他旅游项目的门票 这个它也比较生意 比较简单 就是你不加钱我就不走 就停在这儿 爱咋地咋地 那大家也知道 这个世界冠军复员会 他虽然是个女的 但人家可是运动健将 并不是男方小头豆那种体格 第二个人家走南传北的 哪儿没去过 见的多了 所以说被这个包车司机一勒索 人家根本就不惯着 反手就发了个微博 问网友该怎么 这个复员会好像有几百万粉丝 就是微博上 结果他在微博上一发 说他在长白山遇到了打劫的 他说万能的微博 长白山有没有认识的人啊 咱们包了车 现在被勒索了 半路加钱让我们买票 说不同意 他不开车了 咋办 我要不要报警啊 这个复员会 微博上还有啊 但是现在可能被删掉了 他还拍了那个司机的照片 我看了一下啊 这个确实让人挺讨厌的 他这个微博啊 是早上八点发的 快到九点 我估计着啊 他们17号一大早 就包车出发 去长白山 结果遇到这事 能不剥火 所以啊 这个黑车司机 勒索世界冠军的消息啊 瞬间也引爆了网络 这个事情的处理就很简单了 一下成了这个舆论焦点了 吉林的公安 吉林的交通运输部门 还没出手 吉林的文旅先出手 这也说明啊 吉林的这些部门啊 也非常重视 这个吉林文旅啊 马上联系上这副员会 很快啊 这事情就解决了 结果这个 包车司机啊 被带去调查 发现他这个车 还没有营运资 实际上就是所谓的黑车吧 结果啊 很快啊 这个黑车司机啊 被顶格处罚了三万 半年的收入估计都没了 这个长白山开发区啊 还发了一个报道 标题叫 长白山严厉打击 非法营运等行为 坚决维护每一名游客的合法权益 就这么个事情 我来谈谈我看 首先一个啊 恐怕是那个耳兵啊 太火了 耳兵火了之后 还起了一些梗嘛 说南方小头肚 对吧 你这样是南方人 南方展现 你在哈尔滨都得到这个礼遇啊 各种梗 我记得啊 这个哈尔滨 冰写大事件一火的时候 那个什么长白山 在资本市场不好几个展题吗 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很多人 反正在南方人眼里都叫东北 你黑龙家也是东北 吉林也是东北 长白山更是东北 结果复员会啊 一心人到了吉林长白山 没有享受到 小土豆的这个待遇 反而被勒索 确实反差很大 都是东北 怎么差距这么大呢 要么就是哈尔滨宣传的太火 宣传过了 要么就是吉林啊 他落后 信息太必塞 都是东北 人家耳滨那儿 拿游客 但人看 千万百计的 让那个南方来的游客啊 宾至如归 带入善宾啊 到了你吉林 结哀宰 这个长白山 我还真去玩过 我对那儿其实挺了解的 他下面一个地基室 叫白山市 然后那个长白山 下面一个万达开发的 应该叫万达度假酒店吧 那名字我记得不太清楚 就是万建林在那儿开发的 主要以滑雪为止 去那个长白山 一般的不要去看天池嘛 中朝两国啊 交界的地方 他一般的都住那个万达 那个度假酒店 当然有人恐怕住那个白山市里 去住白山市的话 那到这个长白山酒店 长白山天池啊 恐怕要远一点 这是我的印象 然后那个长白山那儿的生意啊 好像就是国境节前后 剩下的就是冬天 全年大概就是旺季 大概就是四个月 旺季之外就没什么人 我去了啊 那年是国境节 其实这个东北啊挺冷的 长白山比较冷 但是他很多景点啊 都是关闭的 因为他不到下雪天 很多景点还也没人去看 然后人家都是停业状态 只有长白山天池可以看 很多景点恐怕都是当地啊私自修的 或者是当地的什么人 搞的一些景点 那他怎么样让人去看呢 买票呢 他就是通过这些包车司机 黑车司 拉人 截火把人往那儿送 然后给他提 所以说这个 莫远会他遇到的这个司机 恐怕就是拉着活的 他负责给这路上的一些景点啊 送人去对吧 他卖张票 他能提30% 所以他包车赚一份钱 他推销这些门票 再赚一份钱 甚至还推销你去买东西 买金链 恐怕还要赚一份钱 这个黑车司机啊 是这个流量入口 对吧 他来分发这个游客 实际上这种生意模式啊 早在上个世纪就在玩 但是玩到现在 现在是移动互联网 现在是社交媒体的天下 居然还有人这么玩 而且玩的还不易乐 这也活该的倒 那这种传统的啊 拦路打劫生 上个世纪90年代 或者是21世纪初啊 这个咱们刚改革开放 这个流量掌握在谁时候呢 不是说黑车啊 出自车司机 因为我以前做过 跟旅游相关的业务 所以我对这个还比较轻 那个时候北京的各大 社外酒店呢 不像现在 都是通过网络平台 通过酒店自己的这个 营销策略啊 或者他叫什么 货源 或者通过这个全球的这个 订房的 像邪城啊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平台 其他的平台去预定 那这些室外酒店的客源 来自哪呢 很大一部分 就来自出自车司机 因为这个老外啊 或者是外地人 到了北京 首都机场 一下飞机 就要上出自车 上了出自车 他就难免要问了 或者说把我送到什么酒店 那这司机啊 如果这个客人 不知道什么酒店 那司机就会给他 给他选个酒店 司机给他推荐酒店 如果这个客人 说要住花销饭店 这个司机啊 他有可能啊 说啊 这个花销饭店不好 说去这个边上 有个什么建国饭店 这很多客人不知道 这背着司机一忽悠啊 他就跑到建国饭店 就出去了 来建国饭店 他就给这个司机啊 回扣都这么干 但是呢 那个毕竟没有强买强卖 他就相当说 把你这个业务给撬掉了 我举这个例子 是说这个司机啊 在这个里面 非常关键 同时啊 在云南 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 一家五口啊 报了云南的一个旅行团 一万七千元 可以由昆明 大理和立江 相当于人均不到四千块 有几天呢 包吃包住啊 很显然啊 这是一个第一架旅行团 那就是按照通常的套路啊 这个旅行社就把这游客啊 拉到什么玉器店 什么特色商品店 然后要这些游客去买那些玉器 哎 这一家五口 他死活就是不买 啥也不买 该看看 该下车下车 就是不买 这个导游一看 你这是铁公鸡啊 一毛不拔 你这一毛不拔 那你这几天跟着团跑下来 那他们旅行社要赔钱了 谁接这个团是倒霉 因为他们这个团费肯定是赔钱的 就是希望通过这些人买东西来赚钱 所以这个导游一看啊 既然是赔钱 那我就不让这一家人呢 上车 把他们赶下车了 不让他继续跟团 同样的啊 这一家人呢 立马拍了小视频 短视频 玩人一发 警官人转发呀 立马就火了 我为什么说这个 都是几十年前的这个老套路啊 现在也跟不上时代了 现在是自媒体时代 人人都是媒体 你还在玩这种过时的把戏 这个在过去啊 那是司空监惯 让你下车 你还没脾气 你找谁去啊 你找文理局 文理局是你能找就找到的吗 你想找就能找得到吗 不可能的 大家恐怕有印象啊 除非你是名人 你能量大 过去都是靠电视台曝光 纸媒曝光 这个其实咱们旅见不鲜啊 见的多了 但是为什么曝光之后还有呢 对吧 各地什么天价海鲜 天价菜 宰客现象 逼逼皆是 但是现在也不行了 现在人人都是自媒体 那个复员会啊 他世界公军 他是个大位 几百万的粉丝 一发 他都不需要找公安 也不需要找什么教管部门 也不需要找文理局 是人家找他 主动联系解决 解决完了之后 麻烦你啊 能不能把你的微博给删掉 免得给我们吉林啊 带来负面影响 你看看 这个云南的这一家五口啊 他可不是大位啊 他就是普通人 人家一样的也发视频 在某平台上一发 有人转发 一下也火了 一下云南的温旅部门 也关注到了 马上解决 你看 现在是个自媒体时代 这些拦路潜洁的 这些强买强卖的 这些敲诈漏索的 跟不上时代了 我觉得啊 以后还做这种生意的 强买强卖的 干脆啊 一上车 就把手机没收 随身携带的设备 摄像设备 全部给你没收 否则这活没法干 要么就是改变意识 老老实实做好服务 别想着走捷径 别想着打劫 所以这个都是 移动互联网 都是自媒体 给大家带来的 某种保障吧 那么如果你是大V 那恐怕更好一点 你不是大V 你一样的 也有机会 对吧 维护自己的权利 这个大家想象一下 二十年前 哪怕十年前 你都很难做到 这也是时代进步 所以说 这个黑车司机 黑导游 这些 应该很快 就要被时代抛弃 就是你再这么玩 玩不下去了 那个黑车司机 一罚就罚三万 他半年白干了 而且以后 他也没有干这个事的资格了 永远没有经营资格 这个导游 恐怕也会受罚 所以说 不能顺应新时代 必然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普通人 也有了自己的 发生的一个渠道 但是啊 凡事也有例外 那就是第二个热点 大家恐怕还记得 去年是几月份呢 应该是七月份还是八月份 具体我不记得了 就是在成都啊 太古里 那个一个中年男子 牵着一个身材漫妙的一个女士啊 穿着一个裙子啊 牵手在那个大街上走 结果被那街拍的拍完了之后 传到网上去了 结果被人人肉出来了 这个男士是什么 中国石油的 女士好像也是中国石油的 两位都是要培养的人才 后来闹出了这个舆论的风波啊 我记得后来是不了了之啊 这个女士到底犯了什么错 那个男干部到底有什么问题 好像也没给个说法 好像这个女士啊 应该就离开了这个原来的那个单位 本来是一个然然生起的一个新鲜 但是最后好像组织上也没给什么结论 是什么 不正男男女关系啊 等等啊 我印象里没有 那最近这个女士啊 她在 某音平台上 开了个账号 这个晚上也有啊 她坦述自己的心路历程 她认为她在最难的时候 家里人给了她温暖 她以前都是非常反叛叛逆的 家里人说什么她都不听 经历过这个风暴之后 她认为家里的这个家庭的温暖呢 非常重要 当然了 这个网友们啊 一针见鞋的看出来了 她就是想利用这个来攒人气 准备带货 具体的啊 这位女士想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 咱也没必要知道 总之 她在某音上面开了个账号 刚有点粉丝啊 那第二天就被封杀了 平台啊 把她账号给封了 我就想说说这个事 其实抖音这个平台啊 有点把自己当做道德警察 就是这个女士 她到底犯了什么错 你封杀人家的账号 如果啊 这个女士 她开了账号之后 她直播 或者她做的节目 说的话有问题 犯错误了 违反了这个平台的 这些公约 你封她的号 这样说得过去 如果因为她在 开这个账号之前 犯的错 你封杀她 这个说不过去啊 因为这个女士说了出去 她只是个普通人 她又不是明星 又不是什么艺人 这女士错到哪了呢 她以前在太过礼大街上 跟人牵手 这个事情 这国家 政府 相关部门 也没有得她做出处理啊 都没有给个结论 你抖音 有什么权利 给人家贴个标签呢 或者戴有色眼镜呢 这个女士如果犯了法 自由法律收拾了 这个女士 她是个普通人啊 结果啊 人家跑到抖音上面 开个账号 说没两天 就把她封杀了 这个抖音平台啊 可以说一言难尽呢 这个抖音平台是 最能自我阉割的 我不知道这个女士啊 她有什么坏作用 你说她破坏 风序良俗 什么价值观 那问题 你有关部门 也没有处罚她啊 这个抖音呢 太拿自己当回事了 把自己啊 贴了个标签 叫道德警察 她就是标准 她以后觉得 你这个账号有问题 她就把你疯了 抖音这么干 迟早会出问题 这个女士的做法啊 我不认可 但是一码是一码 对吧 她以前犯的错 一是没有什么结论 第二即便有结论 那是她以前犯的错 她是个普通人的 你就是正常人 犯了法 坐了牢 行不完出放 就是行不完释放 那不也是要融入社会吗 社会还不得要接纳她吗 你一个自媒体平台 你有什么资格 那就封杀人家了 第三个热点 就更荒唐 更滑稽啊 这个大概讲的是一个大V啊 是一个网红 她在法国巴黎啊 在个餐厅 说这个有服务员呢 在厕所里面看到了中国小学生的寒假作业 叫寒假衔接 哎 它里面啊 还贴着这个是哪所学校的 哪个年级的 哪个班的 叫什么名字 这个作业啊 一个字没写 在厕所里面 然后说这个服务员把这个作业给了这个网红 这个网红说她要把这个小学生的作业带回中国 你想想你作业没做或者你作业丢了 你开学怎么办呢 就这么个事情在网上炒的热火朝天的 然后马上就有人自称是这个小学生的舅舅 也开始炒作 很多账号都在里面 叫寒假作业落巴黎事件 什么后续 一个一年级的小学生 寒假作业不见了 或者是家长带她去法国玩 她把作业是故意的丢在厕所里面 还是说遗忘在厕所里面 就不太知道啊 总之啊 就什么作业不见了 就这么个事情 能够在热搜上面啊 讨论好几天 这个就足以说明人是无聊透顶 就神经病 你说这是多大一个事 咱们认真讨论的话 这个网红说啊 这个作业好像一个字没写 一个字没写 那你说她落在厕所就落在厕所吧 她回国之后啊 她完全可以在网上 对吧 通过各种手段 很容易 很方便的再买一本这个作业 她开始写就完了 对吧 现在对小学生来说 寒假也是过一半嘛 她在他们家门口的那个小书店 那些文具店 这种作业多得去 随便 实在不信淘宝而买 对吧 什么版本都能给你找到 用得着这么大洞干戈的 说要从法国给他带过来 你人家是在上海 你在北京 你怎么给人家送过去啊 对吧 或者人家是在宁波 你在兰州 你这不扯吗 这就说明现在人特别无聊 如果说这个作业都做完了 那很可惜啊 这个小朋友很伤心 对吧 明明作业都做完了 结果丢了 但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啊 这个家长肯定愿意再买一本 让他接着做 速度快的孩子啊 两天就做完了 对吧 咱们上学的时候 那些寒假作业 暑假作业 不就是最后一天 或者两天开始做吗 就是屁大的一个事 主要炒成这么一个新闻 这么多流量啊 实际上就是反映 当下这个网民啊 空虚 那网民为什么空虚呢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不是网民真空虚 而这些网民啊 这些网友 想关注自己 关心的事情 当然你关心不上 对吧 你感兴趣的事情 人家给你封杀了 对吧 你想知道山东出了什么事情 对不起 没有 你想知道什么热点 国际上的热点 也给你封杀了 最后只剩下这些 让你关注 所以大家的热情啊 无处释放 就释放到这种 鸡毛蒜皮的事情上面 你比如说最近啊 更火的是上海 一个高中老师 好像不到30岁 长得还挺漂亮的 然后爆出啊 是他老公啊 实名举报 这个老师啊 跟他的学生 才16岁啊 那个聊天记录 疑似啊 这个老师出轨 那个他16岁的学生 在网上也是非常火爆 这种事情 我一般的啊 是不于评论 首先一个就是 还是单方面的说法 就是那个老师的老公啊 实名举报 在网上炒作这事 那个老师 他并没有出来辩解 或者是我没看到吧 然后这个官方啊 到现在也没给个准确说法 那你说我们 怎么谈这个事啊 如果说这个事是真的 那这个女老师啊 那就犯法了 如果大家感受不到 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 那你反过来想 如果一个30多岁的男老师 对一个16岁的女学生 要这样的话 那估计网上啊 那估计炒翻天了 早就有人喊着 把他拉出去枪毙了 要么就阉割 现在角色调换了一下 我感觉好像 这个网友情绪 还比较稳定 更多的调侃的多 当然了我不知道 这是真假啊 就是我不评论这种事情 因为你不了解情况 男老师女学生 女老师男学生 是一样的 都是引诱未成年 发生性光 这都是犯罪 这种 涉脸性的新闻呢 本来就是很多人愿意看 再加上这么狗血 那看的人更多 那更成为热点 现在网上非常火爆 但是在我看来 都是反映网友 精神空虚 精神空虚 最主要的原因是 你没什么选择 他封杀完之后啊 在网上就剩这些热点 你们去看吧 甚至是选择性的头位 直接跟养猪一样 网友没有办法 获取自己感兴趣的 这些信息 所以才会大家一起 滥炒 爆炒 这些鸡毛蒜皮的事 这就是我对最近几天 这个热点话题啊 我的个人一些看法 供大家参考 好 这期节目啊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